另外一位候选人就是现任的代理副理乡长江东城 他表示过去没有参加过选举 这一次是第一次参加地方选举 他用平常心来面对 目前还是以乡镇工作为主 而在6月10号他才会成立竞选服务处 全阵子特地前往东里国小祝贺小球员 踢进冠军的副理乡长江东城 在副理乡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这次也是参与补选副理乡长一职 这次第一次参与地方选举平常心面对 目前还是以乡务乡镇工作为主 但是我个人原则上还是要以乡镇工作建设为主 所以目前大部分的时间点 都是以乡镇的建设 还有哪些需要建设或者是要改善的地方 跟村里林长这些或者是先沿这些 还有包括我们县政府这些 都对相关的地点 或者是需要改善的地点 还是以行政工作乡镇工作为主 自己我个人的选举的一个步调步骤 我想尽量照着 采取很自然型的一个方式来进行 一切还是以乡镇工作为主 江东城表示最近也都在思考 如何让副理突破过去的难关 选举步调还算自然 并表示希望透过这一次的选举调整复理箱的选风 这个选举的部分的话 我们尽量以这个自然 快乐 然后清白的选举 让整个复理箱以前的 我个人认为 可能蛮多不良的选风 能够从这一次 能够来做根结 来做根结 不创造不一样 创造不一样的 副理的一个 阴凉 优质的一个示范的选风 我感觉这个也是 这一次我的自己的一个想法跟做法 江东城受到花莲南区玉礼 以及副理箱的爱戴 他表示过去没有参与过选举 这次重心还是放在服务相亲 6月10号将成立服务处 让更多居民了解他 一心只想好好为副理做事 一颗服务副理的心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